道江泉是嘉义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水泉 原为道爷泉与江军泉 两座水泉都创设于西元1687年 后来在日本时期大正12年 重修合并两条水泉改称为道江泉 道江泉干县及支县总长约230公里 是清代于台湾最早开造 而长度仅次于八宝泉的水利工程 早期嘉乃平原的农田大多属于看天田 耕作及作物生长所需的水皆赖降雨 但当雨水过多时 表土不是大量流失 就是滞留沉泽 危害作物滋长 当江南平原农业开发之际 福建水师提督施郎将军 为求农业发展 便着手建设将军尊的水利灌溉工程 1687年 施郎将军着手嘉义地区之开发 为改善其水利 在侏罗县水掘池新竹水利设施 引巴掌溪水新竹尊道 灌溉范围包括经嘉义车垫 水上庄 胡子内 齐子头 柳子林 水掘头等地区 灌溉面积约462甲 其后尊道被巴掌溪洪水冲毁 地方士绅黄延青等15人出资重修 为感念师郎首建水尊之恩 所以命名为将军尊 1695年 嘉义太保庄 匹马脚地方士绅 由利夫 陈日兴等出资新竹尊道 兰曲巴掌溪水 扩大灌溉面积 水源由弥陀寺东方 引入尊道 刘津津嘉义市区下路头 车垫 刘错 水上香大绝尾等地 渠道范围包含原将军尊系统 两尊系统岁合而为一 灌溉面积达2938甲 并将和修之尊道 命名为道野尊 1715年 担任侏罗支县的周中宣 引巴掌溪水 开稻叶寸 将军寸 修筑珠罗山大皮灌溉嘉义田园 这条大皮灌溉范围 包括嘉义市区 水上香 太保市 鹿草乡 与菩子市 使得嘉义地区 粮食产量大增 1901年 日本政府制定公共批尊规则 将道野尊、将军尊 纳入公共批尊管理 1907年 嘉义厅报第417号告示 将道野尊及将军尊 合并为道江尊 被认定为公共批尊 并加入皮马脚皮 加走皮等批尊 灌溉区域分布在 经嘉义市南端 嘉义县太保市 水上香等区域 总灌溉面积为2938.8甲 1923年 道江尊化归 嘉义郡水利组合管理 1944年 并入嘉乃大尊 水利组合 现有嘉乃农田 水利会管理 1923年 因蓝潭水库 引巴掌溪水 进入水库内 之使道江尊 无水可饮 因此 另有水上香三介谱 将赤蓝溪水 引到弥陀禅寺对岸 再汇入巴掌溪 再有巴掌溪 引水导入道江尊 让道江尊 恢复灌溉农田 周年流水不断 道江尊赤蓝溪 导水路竣工纪念碑 助力在嘉义县中浦乡赤蓝溪下游 沿线从岛水口 注入巴掌溪 再引入道江尊 道江尊 引水口 位于蓝水坝北侧 主干县流经嘉义市方曹里 方安里 顶辽里 安辽里 安夜里 美园里 福明里 车店里 在流经嘉义县水上香 夏辽村 粗西村 大厥村 至大轮村址 其间 尚有多条支线 分布于嘉义县市 道江尊 三百多年来 不仅灌溉古猪罗农田 早期水利工程规划 相当细心 与长民聚落 犹如期待关系 更是嘉义地区的活水源头 道江尊周遭 典藏丰富的人文景观 形成柴头港 大绝尾 刘子林 草地围等早发聚落 余辽一指 在太保市港委里被发现 而道江尊沿线 聚落丰富的人文景志 写旧一篇篇 丰富的长民生活史 更是台湾重要的文化遗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